本地疫情持續 導致經濟亦受到影響 財政司司長陳某波就在電台節目上說 政府已展開接種疫苗計劃 希望可以控制疫情 盡快恢復商業活動 他又期望下半年的經濟有較強的復甦動力 他說為了增加政府收入及減少財赤 他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 將股票印花稅稅率由0.1%增加至0.13% 他說每人會喜歡交更多稅 已經選擇影響最少的範疇加稅 他亦說現在並不是調整身份稅及利得稅的時候 所以未有調高相關的稅率 並會繼續提供百分百寬減各以一萬元為上限 他繼續說政府面對財赤時未有減少在教育 社會福利及健康互利的撥款 而是減少經營開支 及落實公務員偏制零增長 政府未來會繼續投資一些有巨大發展潛力的行業 包括金融服務及創科行業 亦會推廣綠色及可持續金融及保持金融業的活力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